他確實是很傻的男人 2019年7月4號的時候 蘋果日報出了一個空白的頭版 很多藝術家買了這個頭版之後 回去畫畫 把以前我們天賦有的習慣的能力 去轉化成這個抗爭的行為而已 其實香港的言論自由 跟就是政治諷刺的漫畫 那一塊其實已經就是有被限縮到了 不會收筆 收筆是不可能的啦 既然我都已經畫了 那麼就勇敢的去畫下去吧這樣 所以那些無形的壓力是真的蠻恐怖的 就是白色恐怖的壓力真的很恐怖 然後像這種展覽 不可能在香港再出現 因為我14年的時候就有參與 從14年到19年之前那幾年 你就會覺得一直 我們一直往下掉 掉得很厲害 這個整個制度已經毀了 所以就很痛 因為那件事就是抱眼少女 懷疑是警察的布袋彈射中眼睛那裡 然後就瞎掉了 那一下我的情緒激動了 我是有能力透過做創作去表達一些 這一年可能對香港發生的事情的一些回應這樣 我覺得是多了一重運動的參與的方式啦 沒有暴徒只有暴政是劉廣誠畫下的第一幅政治漫畫 在去年的8月之前劉廣誠所做的事情就是穿上黑衣服然後上街頭去抗爭 那從那一天開始他就決定 既然他是一個畫家 他手上是有畫筆 他認為畫筆是有力量的 所以他就開始畫下一連串的反送中事件的漫畫 從我認知香港然後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我覺得是蠻衝擊的事情啦 那個警察你是每一天你都要跟人民對峙 這個國家會走得遠嗎 我其實是打問號的啦 那我覺得就是想要講兩邊人嘛 一個是港警嘛 那另外是人民他們後面背後是不一樣的 因為像港警的話我就是畫那個林鄭月的手 那其實港警我就覺得他就像個妻子一樣嘛 因為其實我本身是念外交的 就是從那個抗爭開始我一直就有在就是在Follow 對我們來說其實民主是這麼習以為然的事情 可是就是可以這樣子完全被就是崩壞 然後是一直到就是7月的時候有那個元朗事件 我用的那個畫作其實是一個俄羅斯娃娃 所以我的最外面其實就是那時候那個就是穿的白衣 然後戴那個白的那個安全帽 然後手持棍棒的那些包 然後在裡面一層就是香港警察 因為就是他們其實是有點就是殺手不管 然後在裡面的話就是可能就是大家都會看的蠻清楚 是就是中國的那個國旗 所以就是有一種就是一層一層揭開 背後是誰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我們可以在整個運動裡頭看到不同年齡層的人 都出來創作了 然後他們的風格都會有不同的表現 從抗爭藝術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會看到運動的進程 以及藝術家如何去在這個運動裡頭有一個角色 以及營造運動的變化 統稱我們香港自己的抗爭節 我們大家兄弟都會叫自己叫手足 這個一個廣東話的代表的意思 所以我們第一個叫叫手足 背都是傷痕然後手指 那個是一個就是我們一個很很很typical的抗爭者的印象 是我朋友的朋友 他就是當天被他是一個廚師 他剛好下班 他回去延廊就剛好遇到他們 就無故的被打 打得整個背都是殺人 那一刻我是很很受那個衝擊很大 然後你會看到這一次運動抗爭運動 會有很多香港女生會很勇敢的站出來 去站到很前面的位置 第二個作品我就用女性 抗爭者女性這個角度去做這個作品 所以我們要給全世界人看到我們的志氣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的震盪是不是在哪 然後讓世界看到這個中共政權的腐敗 然後希望有外國其他壓力 給他一點壓力 我其實前前後後有做一些 關於中國跟香港關係的創作 但是就可能在抗爭的時候 也有被拿出來用 然後我那時候做了一幅畫是 習近平的臉 然後他的左眼是微博的那個 那個logo 然後就有點像是就是 中國是利用就是微博 來審查就是言論自由 香港的民眾拿來就是印成 就是大幅的那個畫布 畫在那個天橋上 這一個就是他是在那個十九大 就是好像習近平要做為皇帝的感覺 那就是他們現在是 就是把毛澤東的畫像拿走 然後換成習近平的這樣子 因為大家是不是為了賺錢 然後大家是用真心去付出 創造出來的傀儡更比商業行為的更厲害 我覺得 賭上自己的 就是說創作生涯什麼的話 這個狀況下的話 你賺再多錢其實 當有人想要把它拿走的時候 就很輕易的就 來弄你還是幹嘛的 對啊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個很重要 那視覺的效果 是鼓勵抗爭者繼續下去的 一個很重要的人量 他其實真的本來也沒打算要出書 就是他只是畫自己想畫的東西 我覺得那是 就是抗爭藝術史上很重要的一個紀錄 比如說有一張作品 我們把它做那個內峰 它是香港警察踩在人民的實體上 就是在那一瞬間我感覺到的是 香港創作者的絕望 他想要在為時未完之前 把香港的故事說出去 讓活在自由的土地上的人 還能留所警惕 所以我一直不認為 它是一本送給香港的書 它是一本送給台灣人的書 跟這個巨大的政權去對抗 真的是 其實無力感很重 我當然是希望台灣人 真的有多一點的去關注 因為香港之後 很有可能下一個目標是台灣 年龍牆的單位是以便條紙為基礎 當一張空白的便條紙都有意義的時候 你不覺得這個社會真的是出現了一些問題 一個沒有標語的抗爭 你當一個事情歸零都還是有力量 我覺得我必須相信的是 這個多多少少有一些功用 所以就是把自己當成一張便條紙這樣子 我相信它是會有寒蟬效應的 譬如說我們已經聽說 有些出版印刷廠 他不敢印東西 甚至有人跟我說 我是一定要參加的 誰知道這是不是我們最後一次展覽 哪一天它或許都會變成是罪證 既然我都已經畫了 那麼就勇敢地去畫下去吧這樣 既然我都已經畫了 如果你就已經在怕的時候 就更對不起現在被受壓的香港人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應該我要繼續努力去保持這個聲音的權在 我沒有必要就是為這個事情擔心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這事實 就是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與生俱來的一個權利 就是言論自由這件事情 不管是香港啦 台灣還是世界各地 其實這個我 這個戰爭這個一直都是 on over on over 你要是創作者的話 你一定會想要畫這件事情嗎 你一定會想要為這件事情來發生嗎